过敏是许多人都有的健康问题 尤其每到季节交替 不只咳嗽 喷嚏 流鼻水样样来 眼睛也常常养到睁不开 卫福部就曾统计 五岁半以前的孩童 被诊断出至少一种以上过敏性疾病的比例 接近五成 我们台湾最常见的三个过敏病 最常见的一定是过敏性毕业 两个小孩子就有一个 跟直通板一样 这个过敏的机会 50% 第二个最常见的过敏病 就过敏性毕业 那十分之一 只是很多人都被当感冒治疗而已 那第三个就是皮肤过敏 有些家长会将孩子 因为过敏导致的咳嗽和流鼻水 误认为是感冒 医师提醒可以观察咳嗽流鼻水的时机 如果多半出现在清晨夜间或运动后 就有极大可能是过敏 要及早透过医疗介入来改善生活品质 以前对于过敏性病 没有那么了解 所以用药它只会给你一个气管扩张剂 所以只要咳嗽的就是吸吸吸 要用眼的吸不会好 因为你只是把气管打开啊 它没有控制它的发炎啊 它是慢性发炎 它导致后续的气管缩缩 气管狭窄 所以你要治疗一个很重要的 是要控制它的发炎 那现在的药物都是很明显都是会控制它的发炎 而不是只有来治疗它有症状的时候 所以现在的治疗会比以前好太多了啦 很多人担心长期使用过敏药物会导致副作用 只要症状一缓解就三次停药 但是要小心过敏引起的慢性发炎 如果没有妥善控制 不仅可能造成特定部位慢性纤维化 甚至还可能影响心理健康 团体的运动团体的活动 对小孩子的身心健康是重要的 它是学习以后未来团队要怎么做的 那这些小孩子他就只会被贴标签说 他不正常 这只是因为他没有把气惨好好的控制 那所以他就没办法去运动 没办法去跑 没办法跟人家做团体活动 这个我们看起来就于心何忍 气惨的小孩子在学校能够早期诊断 然后得到一个适当的治疗 让他们在学校能够自由自在的活泼的玩 这个是我们儿科很重要的 就是注意小孩子的身心灵 大家都要顾到 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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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 。 突然间不像 Zither Harp